會去打到四到五個 phone screen HR phone screen這樣 然後其實我基本上 我打電話的候選人我都會就是讓他就是去做這個 進入到下一輪 phone 就是剛剛我忘了是寫半島的就是說在這個 拿到面試機會的時候為什麼 為什麼有可能會過不了 就是因為我從HR的角度說一下吧 就是首先是最重要的 這個一定要保理小技術 這個東西一定要保理的 然後從我看到的一點可能大家關注的比較少 就是我看到很多候選 他們在這個communication上是有問題的 communication是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那就是英語 就是其實很多國人在這一點上還是有問題的需要提高一下 那麼如果你英語已經過關了 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你跟對方交流的時候 你英語很好 但是你講的話對方真的能聽懂嗎 就是你下次把你想 簡歷的內容還有你 比如說你解釋一道題目 給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就像那一座MOK一樣的嗎 你就讓他聽不聽得懂 很多人就是在這一關上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也是communication的一部分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你 我們先繼續往下 然後這個聽同學們的問題 然後呢 待會兒 我們再繼續請安妮進行分享 這個有沒有人想 echo一下咱們的專業的recorder 安妮同學 我想要稍微 echo一下他的其中的最後一個點關於這個communication這個點 我覺得在我在唸書的時候呢 我感覺我的英文的這個水平就是整體來講還是比較流暢的 無論說是生活還是水素交流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呢 有一個 然而我的第一次面試 我第一次面試 我當時面的一個是 電話面 面的是Google 然後呢 他讓我描述一下我的簡歷 我知道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但是我在 RubHub這個我的簡歷的過程中 做得非常的糟糕 我就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解釋了在一些不需要解釋細節的地方 我解釋了非常多的細節 在一些需要就是說 需要更 點到一些關鍵的技術點的地方 我沒有點到 然後呢 這個是我在後事後 我 我當下就就發現這個事情非常糟糕了 然後我事後馬上坐下來開始 把一些關鍵的點記錄下來 然後我去分析 我當時說到底說了些什麼話 然後我當時就 我當天就得出這個結論就是說 我的描述非常的糟糕 因為我從來沒有去練習過 說把我的簡歷 給我自己解釋一點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可能說 可能說很多 這個我覺得更多是針對新畢業的這個朋友 可能我們 畢業幾年了 畢業很多年了之後的這個情況可能會比較少見 對吧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你至少要能夠簡單明了的告訴人家 你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呢 你有些什麼貢獻 然後你的興趣在哪裡 然後呢 你以後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需要稍微練習一下的過程 因為不只是在語言上 包括在邏輯組織上 如果你曾經去說過 你的簡歷 這上面的內容 你就會 很多情況下 無論人家想要問世界你也知道怎麼樣去回答世界 無論人家不想要聽世界你也知道怎麼樣快速的去 你也知道 說得太好了 說得太好了 這個 我來說一點 不是不光是這個 咱們的NewGrad會犯這個錯誤 我也犯這個錯誤 而且我犯這個錯誤就是在去年嘛 我滅Amazon之前了 我滅了 我幾乎每次都會跟他說 我滅Amazon三次才進去 那麼 前兩次fail在什麼地方 他不是fail在我的技術上 就是fail在就是說 我對自己的Behaviour快速準備 Recruiter早就提醒我 你把Behaviour快速準備準備準備 我拿來那個問題那邊一看無線 我都工作這麼多年了 這些東西的話 那都平時工作的事 我不是隨口就來 結果 你在面試的時候隨口就來的東西 根本不是面試官想聽的東西 然後 很顯然站在面試官那 第一人家 沒有聽到想聽自己的東西 第二人就覺得你對這個面試根本不尊重 儘管我很喜歡那個面試但是 因為沒有做準備 表現出來是不尊重的 fail掉了 所以說 後來我基本上 逢人就跟大家說 面試一定要好好準備 就像剛才這個Behaviour說的 就你 你一定要好好準備自己建立 好好準備自己面試 不然的話 你在面試的時候說出來的話的話 真的 你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如果沒有練習過的話 也控制不了 是這樣的 當然這個 在Clubhouse 如果沒有練習 對面試 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所以說鼓勵一下 別的同學 去找發言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這個 咱們下一位 是到了 Pensy Pensy你的問題 久等了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了 主要真的是生態調整 剛剛Lelia和Vivian也說了 就是生態調整真的很重要 我試過有一次面試兩輪 第一輪面完之後 第二輪的面試官是不見了 然後呢 就直接沒出現過 就整輪面試沒出現過 當時就真的自己 坐在那兒 就等完這個面試這一輪 因為是 風音的 就等完這一個小時過去 就想說 我應該給他發個email 但是整個因為已經出事了這個機會 那就只能這樣了 其實大部分問題都已經搞了 可以給其他同學吧 好的 謝謝Pensy 然後下面是另一位同學 好 Scott Scott有回 沒有 我只是想要請教一下Pensy 最後這個offer有拿到嗎 應該他們就把我忘掉了吧 我之後沒有再收過他們所有的email了 這種公司 太奇怪 OK 不好意思被我打炸 我真好奇 謝謝 要開名嗎 還可以開公司名嗎 好的謝謝謝謝 好下一位是 利同學 大家好 我現在目前是在英國 剛才Temsey 我想問問問 剛才Temsey也提到過 我是英國在本科 在國內讀的計算機 然後研究生在英國讀的網絡 然後在英國讀了 PhD是讀 用戶體驗和網絡相結合的一些 還有一部分東西 還有一部分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沒有過任何的IT的工作經驗 然後我就不知道因為我發了我的簡歷到IT公司去 然後 就是基本上也是 但是回應的話 就是不是特別多 然後我就 不知道 就像說的 我做學術社那些東西 放到 放在CV上去就感覺算有點多 也有點多餘 OK 好的 然後這樣子 這個我 我這個 我已經這個 變好大招 準備回答 回答大家問題了 但是呢 後面咱們有幾位同學 已經等了 一些時間了 我們先快速的過一下 後面幾位同學 然後呢 我要拔麥幾分鐘 幫我想說的 今天的一些主要問題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面講好了 那下面那個 有一位是 Desmond的同學是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Desmond 我現在溫哥華 Amazon溫哥華 做Tech Lead 我 太好了 Tim C 咱們應該是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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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就是 他的Recruiting Platform 然後 也做了很多面試 我是來 其實之前有一位提到 應該是Judy吧 有提到 他的面試 之後會收到一個 說他沒經驗 那我想 其實想給大家講的 就是 一般在面試後 特別是在 最中面之後 然後再收到 說你沒經驗 一般都是一種 託詞 因為 如果你的簡歷上 真的沒經驗的話 你很多時候不會走到那輪 那這個託詞 你要怎麼解釋呢 是 大概率是 你在系統設計 或者在 軟技能上 出了問題 那麼對於 非SDE Signal的人 那系統設計 咱們就不提了 對吧 大概率的問題 就是出在了 軟技能上 就是說我的建議是 其實剛才幾位已經提了 我就不用講很多本來 想講的 但是就是說 這個軟技能 你必須 我會建議 我所advise的人 他要至少準備十幾個 這種像豆腐塊一樣的 每一個大概 一兩兩分鐘左右 那麼 以一個 Stard的形式 Situation Task Action 和Result 然後這個Result 裡面最好還帶點數據 以這種形式 相當於是準備 大概很歷史的 準備十幾個案例 然後他在問你簡歷中 各種各樣的 情況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用這些案例 或者是他如果是 Amazon Style 他不問你簡歷上的 他問你Tell me a time You resolve the conflict 那麼你就能夠湊到一個 合適的案例 這樣你的腦海裡 其實已經有料 準備到這個程度 聽起來好像有點overkill 但是其實 目前這種比較內卷的時候 很多有經驗的 面試者都是這樣做的 這樣可以最大限度的說 能夠Pass你所拿到的 最後的這些 這些簡歷 而不浪費這種機會 那麼 我覺得就說 這個是我要提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剛才有一位提到 就是說 因為經驗原因 可能拿到的面試 比較少 其實我也想Apple 剛才Vivian提的 都是這樣的 目前為止 根據我們的研究 大概要花 九個月左右吧 平均 然後大概要投 900個簡歷左右 800到900個簡歷左右 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對吧 所以這個數據 也讓我們看到了 走量的重要性 和能夠抓住 每一次最中面的機會 的重要性 然後 如果能夠做到這點的話 你其實最終只需要一份 一份工作 所以我也想 祝大家求職 求職愉快 太感謝DECIMON了 這簡直已經不是乾貨了 這簡直就是把 大碗的鈔票 這個金條撒給大家 所以說 我肯請大家趕快去 FollowDECIMON 我已經Follow了 然後咱們大家 以後有時間的話 咱們正門請DECIMON過來 跟我們分享 再多分享幾張 太棒了 太感謝了 太感謝了 那個 我 剛才DECIMON說的 句句都是 太真實了 之前的話 我fail掉了很多面試 只要是沒有 剛才跟DECIMON說的 不符合的地方 那妥妥就fail掉了 所以說 請大家 一定要記住 剛才DECIMON分享的 這些 這些要點 謝謝 非常非常感謝 我現身說法 的確是 這麼回事 然後 這個 好下面 這個 利益同學 然後 敏文是 敏文是老哥們的 敏文是在日本做 做這個 SE 對吧 敏文你先忍一忍 我待會兒先說 我半個分鐘 然後 你來說 下面是 是 Johnny 是吧 Johnny同學 你是有問題 還是要分享 請問一下 可以問一下問題嗎 可以 先說一下 你的問題 好的 問題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 我背景吧 我叫Johnny 然後我現在加拿大 我是18年的 畢業生之後 是學的是環境工程 然後就進到了一家當地的 環境 環境諮詢公司 其中我工作的一大部分內容 數據分析 但我感覺就是比較基礎的 只是用 Python MetLab 分析一下 各種環境 情供數據 什麼的 然後因為疫情的影響 大家也知道 工程也就很嚴重 然後我就不幸的 被丟化掉了 然後現在是在另外一家 諮詢工作 但是 做的是文書工作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還想要再回到 Dent Analyst 或者是 Business Analyst 這條 set-down上 那麼中間的話 首先是我這樣一個 就是 沒有專業 就是專業經驗的話 這樣的空白期 我要去怎麼樣去填補它 然後另外一個是大家有沒有 還有就是在一家公司內轉崗 轉崗位的經驗 然後請問一下這種內部轉崗 還有怎麼溝通 謝謝 好謝謝問題已經收到 然後待會兒 然後 同意回答 下一位是 這個凱同學 好我其實現在和剛剛 很像我也是加拿大 但是我和他的情況不太一樣 就是我是英國獨的碩士 工作了兩年之後 我再到加拿大這裡 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並沒有本地的工作經驗 或者有很少的 工作經驗 想要得到新意的工作 我基本上是文科背景 所以和他剛剛的 Business Analytics 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就可能 更尷尬 然後情況更嚴峻一些 所以我想面對這種 情況 我是一去找工作 還是二去繼續 在本地讀個書 這樣子 謝謝 你是什麼專業 我是Education 教育學 喔 教育學專業 今天 因為我的朋友圈 大部分都是 搞IT的 然後你的問題 比較特殊一些 然後待會咱們請Vivian 因為他們是在 LinkedIn那邊工作 然後他在這方面 經驗 應該會比較多一些 然後請他來 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下一位是Chris 你好 Tim 我聽過你很多的 主持的節目 我非常 非常喜歡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出的那本書 《算法之禪》 在什麼地方能買到 你這個 你這容易讓大家懷疑 我是找Tone來了 這個不是啊 你是在美國這邊嗎 我在Portland Oregon 不是 你回頭你拼我一下 然後 你從我這 我已經從中國 郵寄過來100本 我這個 專門在美國這邊 給大家 給大家分發 你拼我 咱們私下聊 好吧 好的好的 還有想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是工作很久了 那個我自己我也面試別人 就是說每個公司 我感覺每個公司 好像就是面試的這個 過程都不是太一樣 我想問一下 像亞馬遜的話 你們有一個非常standard process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提庫之類的 還是說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每個組在Hiring 在Hiring的過程中 好像都不是 這個variation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就想問問是不是Amazon 是不是這種vari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teams 比較小 還是怎麼樣 這個問題由Decimon回答 是最合適的 Decimon先回答一下 好的 我聽到的問題是 Amazon各個組 招人的variation大不大 是吧 因為我有小孩在旁邊喊 就沒有聽特別清楚 是的 一個variation大不大 還有有沒有一個standard 去follow OK 這個variation OK 總的來講 我們需要 需要有一個standard來follow的 包括技術上 就是刷題那部分 對吧 還有系統設計面 還有就是這個 叫leadership principle 其實就是軟技能面 那麼為了保證這個standard的各個組之間 也會經常有這種calibration進行 但是具體到實行中 在問你這個 系統設計的時候 和問你軟技能的時候 這個組的文化還挺重的 比如說是重系統的組 他就會問跟他有關的東西 如果你是 比較重視廣度 architecting的組 他就問這個就比較多 所以可以說是在流程上和結構上是一樣的 但是在具體的題目篩選上會有各自不同的bias 就是他沒有強到你需要專門為了組去準備的程度 特別是你如果不是那種比如SD3 什麼cine engineer principle 這種的 如果你比如new grad的話 其實你可以完全忽略組合組之間的區別 OK OK好謝謝 對亞馬這邊的這個 就是換成大公司的這個standard 都是有很多的 而且他有這個崗位描述 從L4一直到L11 你每個崗位要招什麼人都是有的 所以說這個越是大公司 他在招聘的時候 follow的東西越多 除了這些技術方面的東西 還有法律方面的東西 甚至你面試的時候 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 什麼能承諾什麼不能承諾 都是有的 所以說這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希望我剛才說的是對的 不對的 就這樣 因為給我感覺是說他interview 有時候總是 就是說 depends on這個面試的這個組員 出來給面試這個組員 他自己對哪一塊東西最熟 完了以後呢 他來就是說 根據他自己最熟的東西來 來問 你看看你 就是說一直probe到你 不知道為止 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這個呢 一般是發生在 咱們這個面試 面試當中的一部分 比如說10分鐘之內 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就作為這個大吵面試的話 他每個面試官都是有自己的任務在 比如說 你分配的這個behavior question 是什麼樣 你的這個coding question 什麼樣 design question 是什麼樣 你這些東西都有問到 最後不然你寫這個 你寫這個review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這個debrief 這個就是 做匯報 你沒法做 第二個就是 就是為了避免 大家問過於個人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呢 所以說才會有 還有個 committee 到最後的話 大家湊在一起 來說 而且呢 就是說這個大家 其實心裡有數 如果你一個人的話 問的東西太 specific 然後我們這些面試官都覺得 你這份的東西 是不是太有識公元了 對吧 你的有些 有些評價 可能也會 就是在這個 在權重上也會 降低一點 不知道我說的 對不對 TBC 咱也 一致吧 因為都是 這點事 對吧 如果你遇到那種特別 偏級 他問那種 很 很特別的 有知識題的話 他也會收到一些feedback 而且大家考慮 他就會差一點 當然 也有一種情況 就是所謂的death loop 就是你問的 都是一些不大邊的 這些人 然後他們 對你的全面度 進行極大的挑戰 有這種運氣成分 但是就說 Timothy剛才好像有提到 也是 take a couple of tries 對吧 如果你發誓 一兩次 三三次 再進的話 其實是正常的 你不用覺得自己的能力的問題 就經常會有運氣差的 就沒有辦法 OK OK 謝謝 謝謝 斯高爾作為這個老角 也在瘋狂閃彈 是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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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ly make sense 我被問過說 Design 那個 Red Black Tree 我說我畢業多久了 我還可以 Design 所以 所以真的遇過這件事 好 謝謝 然後我們碰到下一位 Kathleen Hello 你好 Tim 很開心 很感興 今天開這個話題 我覺得對我來說 非常大 而且非常感謝 能夠看到 業界的朋友們 還有Recruiter們 非常重要的經驗 其實我是上課一個問題 比較specific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是PhD第三年在讀 然後我是想試著 最近找一找這個 Data Scientist方面的一個實習 然後我現在碰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有一個困惑 就是在寫簡歷的時候 要不要把自己的publication 把它寫上去 因為自己也是有一些鼎會 也是有一些文章 而且就是覺得這樣 也可以證明自己在學術界 或者是在PhD 期間的一個成果 但是可能就是說 在業界很多朋友就告訴我 說這個publication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那我有 我這個specific的問題就是 publication 寫出來也是比較占天幅的 那你publication 到底要不要寫 在你的節目裡面呢 那如果寫的話 你寫到什麼樣的程度 比較好呢 還是說就是完全不寫 就把這個經濟放在你的 就是before research assistant 的經濟裡面就好了 我快速的 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一般情況下 這個 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看一份簡歷的時候 看前面的話 真的是有點 就是 有點看不清 他這個到底能力怎麼樣 然後最後的話 可能有一個比較亮眼 就是說 你看他在 頂級看護上 有很厲害的發表 然後reference有很多 那我立刻的意思 這個人 至少做事方面 是很厲害的 這個時候的話 他去加分 但是呢 因為我們看年齡的時候 你也知道 就說這個 推球的 相關性 你把 你把這些東西 給我 擱到太前面的話 就是說 他是不是實在沒得可寫了 才寫這個東西 所以說呢 你就讓你加分 變成減分 就 比消了 所以我建議這個東西要寫 但是呢 把它擱在 後面寫 好的好的 謝謝 還有一個 Follow up 這個問題 可以問 對 因為我的這個領域 它是一個教育和 Catistic交叉學科 所以可能我們的 頂會 以及我們的這個頂刊 就是他 在業界 就可能在我要做的這個 Data Science 這個方面 其實不是那麼的有名 那可能 Recruiter 看到他也 並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是建議 就是至少是寫一點點 像關的東西在裡面 那如果你要覺得 這個Recruiter不理解 它有多重要的話 那你完全可以在下面 加一行 角注 你可以說 這個 這個刊物在我們業界是 前五的 或者前三的 什麼什麼樣子 對吧 你可以 你可以加一個角注 對不對 幫助 幫助 這個Recruiter 理解一下 謝謝 謝謝 幫助非常大 對吧 簡力 就是為了 就是我們的 一步溝通 好的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 快速的過了一下 然後大家心裡邊有個底 然後今天 我現在 reset一下咱們的name reset一下咱們的room 咱們的room說 就是說 如果你是NewGrad 或者說是 你已經有一定的經驗 但是你發現自己的 簡歷上經驗不是很足 然後呢 這個怎麼辦 對吧 這是咱們今天主題 剛才聽了 大家太多的啟發 然後呢 我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現在我準備了一些 觀點 然後呢 把大家剛才那些 精華 融合在一起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說咱們 咱們這個介紹 這個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咱們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因為問題 是誰身上的問題 是人身上的問題 所以說呢 咱們把有這個 遇到這個問題的人呢 咱們像一個光譜一樣 給他分一個光譜 然後呢 咱們從一頭往另一頭說 然後說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咱們停歇解決方案 然後呢 現在的話呢 我這個 跟咱們每一位 這個 Moderator 都這個打好招呼啊 就是說 如果要是 你這個 贊同的話 如果要你贊同的話 你就保持定默 如果要是 突然發現 我講了一個 你十分不贊同的 十分不贊同的東西 這樣吧 如果你贊同的話 你可以閃敗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東西 已經超出了 你的容忍範圍 你覺得我不贊同 那這時候 你就直接打斷我 就直接打臉就可以啊 就不用閃敗了 直接打臉就可以 好 下面的話我就開始分享 我的這個 我對這個主題的回應了啊 首先 當一個 先入行的人 或者說一個轉行的人 發現自己的這個 經驗不足的時候 那我們先說這個人 本身有沒有問題 本身有沒有問題 什麼樣的人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我明知道我要去 我要去準備一切 我要去準備一些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技能 但是呢我就是沒有準備 我完全 時間都沒有花在上面 然後呢這個 我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啊 說我忙啊 或者什麼的話 我寧可去泡 然後呢 我就是 我就是 不去搜集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呢 我一搜集這些東西 我就我就覺得呀 想睡覺或什麼的 這是個人有問題 對不對 還有一類就是什麼呢 還有一類就是說 我 我連 我連業界到底哪些技術 比較火都不知道 我 這種同學啊 這種同學 很多人說 這不是我啊 但實際上的話 但實際上 這樣的同學的話 很多 佔了很大部分 我經常會問一些同學一個問題啊 我說 OK 你現在想找我們這行業的工作 或者你想去面試 那我問你 當下 咱們搞外開發最火的幾個框架什麼 學生上來 坑吃半天 就說不出來 然後我就繼續追問他 我說什麼是Spring框架 什麼是MARN框架 這個 react是什麼呀 或者什麼 你問他這些技術關鍵字啊 他就是 疑問三不知 這樣子 所以說呢 像這樣的同學 如果他說自己沒經驗 我覺得都離得太遠 為什麼呢 他連業界 他連業界最基本的了解都不知道 然後最熱的 最熱的技術都不知道 你拿什麼去堆 你連方向都沒有 你怎麼去 弄自己的技術 所以說對於這樣的同學 或者對有問題的同學來說 我開出的要方是什麼呢 首先 多去逛論壇 看看大家都在談論什麼技術 第二 多看書 至少你看看那幾大 最厲害的出版社 他們最火的書是哪些 對不對 在這兒的話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美國這邊 或者世界 全球 領先的 幾大這個 技術出版社 分別什麼呢 Aurelie Apress ROX 這三個 對不對 他們的書的書皮都是什麼樣的 咱們都知道 Aurelie是那個動物 以動物作為書皮的 他們是以這個各種各樣的 這個 就是各有好多系列吧 比如什麼 庫子波系列啊 什麼 Running Up系列啊 Define Guide系列 等等這些東西 Apress公司 一般都是黑點 黑點黃條的 那是Apress公司的 紅皮的 這個 一般紅點 紅點黑 紅點黑化的 是ROX公司的 ROX公司的書 對不對 這是三大技術出版社 那麼 兩大科研出版社 分別什麼呢 一個是Springer 一個是CRC 對不對 這個CRC Taylor 這個 你看論文啊 看這個大不同的書 要看他們的書 對不對 還有一些 老字號的出版社 包括什麼 包括什麼 MIT啊 普林斯頓的這些 首先你得去 親近行業 親近技術 然後親近書籍 你才能夠 上路嘛 對不對 如果要是你 最基本的 去熱愛這個行業 喜歡這個行業 甚至了解的行業 都做不到的話 談和 經驗 對不對 空談嘛 對不對 這是解決 這個最左端的同學的問題 首先先去 逛了 看書籍知道什麼東西 好 現在 第二步 同學們知道說 最近的話呢 比如說 亞馬這個用的什麼框架 微軟用的什麼框架 這些框架名字 我都知道他們是幹什麼 什麼是能跨平台 不能跨平台 這些這些 這個關鍵字 我也 我也已經有了一箩筐了 我下面的話 我怎麼去開始把這個關鍵字 轉化成這個 轉化成經驗的 好我們下面的 就說 跨過這條線之後 你就至少已經 業界人士 熱愛這個 熱愛這個行業 那好 那麼我們看 就說這些同學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這個 該怎麼準備項目 那麼 準備項目的時候 首先第一點要注意 相關性 剛才其實大家 大家已經這個 已經這個 反覆的聽到相關性的 就是relevancy 這個詞 對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relevancy 整個面試過程當中 relevancy 這個東西 真是最要命的東西 就是 一旦你發現 扯東扯西 或者說是面試官 想聽的東西 聽不到的話 你這面試就已經 就失敗大半了 是這樣子 我記得業界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就是教大家怎麼面試的書裡面 那麼這個作者呢 開篇名義 然後以及貫穿史中的 一直在提這個relevancy 這個事情 那我跟大家說 我之前面試失敗的時候 我之前面試失敗的時候 如果把技術不夠 妥妥的就是 relevancy不夠 人要搞技術 你技術不夠 這可能relevancy不行 對不對 還有就是什麼呢 過於自信 然後面試 東扯西扯 然後導致面試失敗 活該 誰讓我自己把relevancy搞丟了呢 對不對 所以說relevancy 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說 你寫 你寫項目的時候 你在上面寫項目 如果要是 真的是 一點項目都沒有 想往上面堆點東西的話 注意relevancy 然後呢 就像剛才 我記得好像安妮說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之前的經驗 稍微tailor一下 至少往這靠一靠 對不對 好這是邁出的第一步 那現在再往後走 我知道這個業界 比較火熱的技術是什麼 我往上靠 怎麼靠 第一步就是我們說 你會你會發現有些簡歷上寫的什麼 寫的叫做 School project School project 這類project 其實是我 比較不願意看到的project 為什麼呢 這些本來是你的 課業的這個作業 這些東西 然後呢 School project 你在做這些project 你本身 還不是很專業 你從這個項目當中 能學到 能學到多少東西 我也不知道 你做的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其實就 一個課 換句話就像小孩搭機 我要招一建築師 你上面跟我說說 我在學校學過怎麼搭機木 是 你學過搭機木 搭機木裡邊有一些建築原理 但是那東西 不能拿來用 所以說School project 在我這兒的話 看上去的話 是比較 這個 沒有 分量的項目 然後如果你追的太多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家伙是在應付 或者說簡歷上實在沒的鞋了 這是急 再往後走 比School project 再往前進一步的 是什麼project 是剛才這個 這個Lex說的一點 我是Lex還是 Kiff說的 我非常贊同 就是說 你要從自己身邊的事情做起 有很多同學過來跟我抱歉 我找不到項目做 我立刻就反駁到 你怎麼可能找不到項目做呢 我就不信 全天下的軟件 就是 你的事情 你身邊所有可以自動化的事情 你都已經找到軟件 去對應它了 不可能的 對不對 包括剛才我記得 誰說了一下 就說 比如說我家的燈 我想變成聲控 對不對 現在沒這個功能 你能不能把它寫出來 對不對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過去不是搞技能力專業的 我過去是搞農學專業的 我怎麼轉的行 我一開始 我打字用的是無比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無比啊 那個編碼 不是很合適 然後呢 我就想做一下這個編碼 和這個 紅碼以及這個漢字統計 於是呢 我就自己寫了一套編碼庫 然後寫一套軟件 最後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用了什麼語言 用了VB和Delphi 很古老的東西 自己啥都不會 有時候一扣吃就一晚上 一宿一宿的這個 白天要上課 晚上 自己扣吃這個東西 最後那個軟件 拿了一個全國一等獎 從那開始 我是正式的 轉向了 正式的轉向了這個 開發行列 然後呢 我是 我就是從自己身邊的一個 給自己找了點 自己的興趣愛好一個 我從一個打字員 變成了一個程序員 對吧 然後就是 解決自己身邊的問題 大家看到 解決自己身邊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做得 很棒 甚至 如果你解決得好的話 都會有人給你投資 讓你直接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Interpreneur 這是第2項項目 就是說你自己找項目 自己找項目 但是有些同學的話 自己項目找就太小了 我寫了個記事本 我寫了一個什麼 什麼帳單管理器 就太小了 你能不能就說 寫個稍微大一點的東西 那麼一說寫大一點的話 很多同學就開始說 哎我寫了個圖書館管理系統 什麼blahblah的東西 這不又回到我們說 又回到了這個什麼地方 回到了我們選 School Project 這個School Project 除了大學的project之外 還有網上的一些 教學的project 你能不能寫個比他們在上的 稍微有一點深度 不然的話 你這種Test Group 真的看上去的話 一個是 總說都爛打街了 還有一個就是讓大家覺得 實在是沒有深度 體驗不出 你的技 你的技術風範 好 這是我們說的個人項目 School Project 和你的個人項目 好 再往上走的話 就是 再往上就是 你說 一些 競賽項目 什麼競賽項目 比如說你是搞數據的 如果你在Kettle上面 做過一些事情 或者說呢 你在這個 你比如說你在這個 一些 School Project 不是有競賽嗎 對不對 你在競賽裡面拿到個名次 或者一些設計競賽 拿到個名次 或者參與過某些 這個 某些這個設計的 這個東西的話 這些的話呢 我在我看來的話 他就已經 脫離了 這個 比個人項目的更進一步了 為什麼 在這的話 已經有團隊合作在那邊了 不但有團隊合作 還有競爭在那邊 要知道 每一個團隊招人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這個人來了 都是立刻 招之 招之則來 來則能戰 戰則必勝 這種人 我們喜歡 我怎麼看 就是我要看你是不是 你在進入我這組之前 你已經積累 足夠多的 跟這個組 相似的這樣的經驗 所以說呢 如果你能夠參加一些 就是說 各網站 舉辦的那種 團體的項目 Hackathon 設計啊 什麼這些東西 剛才這個 Jarlex和各位其實都提到這一點了 有一些開源的或者 必源的 這個項目 這個要去參加 這個價值量是比較高的 好 再往後的話 比這個再進一步的話 就是開源項目了 開源項目 要大有大 要小有小 而且呢 這裡邊的話 這個 有很多的 很多的 問財查開源項目 有很多的優勢在裡面 我先 我待會再 最後說這三個優點 我看到這個 當我看到有同學 參加開源項目的時候 我眼前 我認為三個優點在什麼地方 那麼 但是在參與開源項目之前的話 很多 很多初學者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一個鴻溝 Gap 就是說 我現在寫代碼還寫不利落 我怎麼 我看到開源代碼 我就暈了 我怎麼去 這個 我完全 完全沒法contribute它 這個怎麼辦 好 其實剛才我記住 誰有說過這件 第一 你 你作為初學者的話 你既然一求二白 那你哪怕 你在這上面去讀它的readme 去看它的readme的格式 去看它裡邊讀懂裡邊的代碼 你不用去contribute 你能不能讀懂啊 對不對 以及呢 就是它這有test case 如果你發現一個test不完備的話 你哪怕你幫它補兩行test 你借助用一test去看它的邏輯 這也是 你作為初學者往上的掌勁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在接觸開源項目中 不要Layback 這開源項目全是那些什麼 Volunteer 就說自己 自己甚至 自己甚至 我這個 我今天吃五塊錢 我是省得來 是不是 買牙膏 還是吃Pizza 有這樣 他但是 他 就有窮到這樣 但是他有精神去參加開源項目 所以說 開源社群是 一群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群真正的熱愛編碼的人 所以說你參加這個社區的話 你首先 你就不能 你又不能有Layback的心態 有Layback的心態 對不起 你又回到最初那一類 你可能 根本不愛這個行業 好 就做一個初學者 如何去接觸開源項目 甚至說 就是我們開源項目 還有一類什麼 你就是給這個項目 寫文檔 寫測試 寫文檔 你都不用康哲哲的 那這也是 參與開源項目 然後你可以通過 寫文檔 了解這個技術 慢慢開始 慢慢開始追上 編碼的技術 對吧 這就是 這就是邁入開源的第一步 待會的話 這個 如果這個 我們再請Lex 補充一下 因為我在開源那邊的話 做的也不是很多 好 最後 就是說 當我看到一個人 簡歷上開源項目 特別大型開源項目的時候 我為什麼喜歡 三個原因 第一原因 是 其實啊 因為各大公司 他跟開源 他跟開源社區的 他其實是血脈相通的 他自己的項目 會拿出來 變成開源的 然後呢 也會從開源社區 吸取 吸取東西 也就是說呢 首先 第一點 行為上的優勢 如果你在開源社區工作過的話 那麼你來到組裡面的話 工作 除了切換一下工作平台 切換一套工具之外 你要做的事情完全一樣 寫 發 PR 做 然後呢 做這個 做Square 然後完了之後 做這個 做這個 Debrief 然後 等等這些東西 首先我一看的話 知道 不用再做更多的 Education 你已經是業內人了 只是行為上 第二 是什麼呢 技術上 不用提了 對不對 你這個 你就是 已經是 你已經參加過這裡面的東西了 如果我在那時候 面臨的時候 你說的 你能把它自圓起收的話 那沒問題啊 就說你在心態方面 你在心態方面 就說你已經 不會畏懼說到組裡邊來之後 一堆我讀懂代碼 我該怎麼辦 我到底是問人 還是自己做研究 你已經非常的成熟了 這就是你的什麼 這就是技術 技術方面 非常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這樣的這個 這個同學 這第二個優點 第三個優點 你都不用再去 編我 如何把我自己做的項目 寫得翻譯一點 讓人覺得這是個很厲害的項目 你參加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你參加的具體哪個模塊 然後呢 你這個模塊寫的什麼 已經就足以讓 簡歷看上去 非常非常的漂亮 都不用刻意去 再去雕琢 就已經 非常 非常非常的棒了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我把那個 把這個 把這個大家這個 如何去解決這個 清晰不足的問題 把這個 按照 人的情況 分了一個 光譜 給大家這個 給大家這樣 給大家 以我個人的 這個 比較粗淺的 這個角度 給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呢 這個不妨呢 把自己往這個 光譜上放一放 看看自己是在哪 哪一段 然後呢 給自己呢 這個 看看是不是 剛才這個 能解決 然後下面的話呢 這個 我請 幾位 這個 Moderation Echo 我剛才說的 我說的不對 或者說的 不完善 請大家 開麥補充 請這個 Scot 這個 Lex Lex 和這個 Desmond 還有 Kiv 還有 Vivian 你們 你們這個 對我剛才說的 有沒有這個 這個 這個 補充的地方 我覺得非常的 贊同 但是我 我再加一點 好了 剛才是不是 沒有問到 在公司內部 內轉的事情 剛才對是有人問到了 就是在公司內部轉稿的問題 對 那個 Tim 可以在這個方面加一個補充嗎 謝謝 感謝 是我的問題 謝謝 好 這樣 咱們先對這個 經驗不足的問題 咱們先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 wrap up 做一個wrap up 然後我剛才看 好像剛才 Desmond也在開麥 有啊 就是Tim 我覺得你說的 真的太好了 這個應該 應該把它錄一下 因為這種屬於是 之後要 我覺得很多人要去參考的東西 就是 我也希望咱們的小夥伴們 有take note 什麼的 因為這個信息量很大 而且都非常的 非常的對 那 在這個基礎上 我唯一想要說的就是 Tim的描述方法 他討論了這幾種經驗的層級 對吧 我唯一想說的就是 我不希望大家把它簡單的看作是優劣 因為你如果在比較 就是說 什麼也沒算過 比如你是一張白紙 你直接想要去挑戰真正的開源項目 你會發現那個難度可能比你在公司裡做東西還大 就你想要把你的第一個commit check in進去 就會經過大量的 討論和review什麼的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看到Tim所提供的 是把它作為一種立體的一種戰略 來進行 對吧 然後從一些 效果低 但是比較容易的東西開始 然後呢 但是呢 也要一直放眼於這種效果更好 層級更高的東西 然後呢 在你的簡歷中隨著慢慢充斥 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端的 但是也不要 企圖一口吃個胖子 就是我也不做school project 也不做personal project 咱們直接挑戰頂級開源項目 這個 這個大家也 也不太現實 那麼 我希望大家用Tim所分享的這種立體感 能夠盡快的建立起一個非常 就是你知道有深度的建立 非常感謝 我能不能分享一個我身邊的例子啊 就是也是沒有什麼經驗 他是通過自己做的項目 然後進了一家讀教授公司的 是這樣子的 我周圍的一個比較 比較親近的朋友 然後他是物理學的博士 但是在畢業之後 他不想再繼續在物理學上 鑽研下去 於是他就各種投各種各樣的計算機公司 然後呢 當時其實 沒有任何的什麼 就是關於 然後關於 他只會Java script 當時也不會任何 Python啊 什麼這些項目 但是呢 他在去面試公司的時候 也是一家創業公司嘛 面試公司的時候 一個是帶去了 他用Java做的 比較簡單的各種各樣的遊戲小模塊 然後呢 通過他操作到自己的遊戲模塊 讓大家就是能夠理解 他背後用的 Algorithm 然後最後 他實現的功能是什麼 另外一個呢 是他當時在加拿大 這邊有個網站 PGG嘛 就相當於國內的 去 相當於國內的58同城 就上面會有人有各種奇奇怪怪的要求 然後他幫助一個人 是用電腦 用編程 用Java script 然後做了一個 模式塊的編程 來告訴這個人 說今天應該吃什麼樣的東西 來保證是你健康 然後他當時就靠這兩個項目 進入了那家初創公司 然後現在這家初創公司 過了兩年 已經上市了 然後相當地 就是給他來說 給他也發了非常大的一筆獎金 所以這是我身邊的一個 就是通過小小的項目 但是最後敲開了 這樣一個計算機公司的 窮門磚的例子 哎呀這個例子真是太好了 太勵志了 而且而且也這個印證了 剛才這個Desmond說的 就是說 剛才我雖然說那光譜 就是說這個是從左到右的光譜 並不意味著左邊的 項目就不好 就不應該去做 而且 而且我也說過了 我個人 賣出的第一步就是 就是通過個人項目 來做的 謝謝Johnny的分享 非常非常的感謝 好 咱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New Grant 今天不足 現在咱們就 wrap up 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剛才呢 因為這是集中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麼往下走的幾位朋友的話 你們的問題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沒回答到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你趕緊 你趕緊 確定有一個教育的 沒有回答到 教育那個 你能不能再把問題說一點 然後咱們請Vivian 來回答一下 就是我是一個在英國讀了碩士 但是最後來到加拿大找工作 這麼一個人 我現在的困境就是 我是考慮我是繼續在這裡求職 教育隊的工作呢 還是說我要在這裡 讀一個 像Diploma 或者讀個Certific 甚至在重新讀這個研 這是我的問題 好 咱們請 Vivian來 Vivian現在在麥上嗎 喔 我在的 首先我對於教育這方面 可能也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主要可能可以根據兩方面來 嗯 就是說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教育 第一就是教育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一個方向 如果是你想做的話 我覺得最近 就是說各個大公司 就大廠互聯網大廠 也在教育這方面投入了很多資源 就是你如果是 就 我覺得還是 在你自己的一個 Future plan上面 就是你是 想做 純教育 還是說跟教育相關的一些分析 或者什麼方面 我覺得 目前教育形式還挺 就是說教育這塊形式還挺好的 就是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然後 對 然後從第二個方面來說 就是你是 想留在加拿大或者美國 還是說想回國 因為我是覺得 教育這方面 可能在國內的話 現在發展的 比 美國從某種方面上來說 是更加 前面一點的 所以說 如果是 一定要留在美國的話 可能教育方面 會比較難找 相對會難找工作一些 所以如果你不是 一定 就是說 首先第一點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 做教育 然後又很想留在 北美這邊附近的話 我覺得讀個研的話還是挺好的 然後就想清楚了 你是要做一個自己比較喜歡做的東西 還是說你是想留在這裡 對謝謝 這個我其實也是搞一些教育 但是我搞的不是 我搞不是這個 就是高等教育 就是我們說這個 然後我搞的更多的是 就是咱們這種 成文教育 就是這邊 而且我一開始也是打算 報一個 Polland那邊的大學 想去讀一個 教育方面的 好像叫ESD 就是 有點像這個 博士學位 但是 它是 但是它不是給 騙制的 我忘記學位叫什麼 然後 我的感覺 分享一點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 教育它是一個 萬能行業 換句話 教育這個東西 跟人類 跟人類社會它就是一個平行宇宙 就放進去玩 你在任何 你在 你在我們社會當中找到的任何能找的事情 教育裡面都會有對應的東西 所以說 我不認為教育是一個很窄的這個方向 反而是一個非常寬的方向 那麼 我 就是 這個我一直有 有一顆創業的心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的話 我一定要把美國的這種 先進的這種 教育的 教育精神 和這個 和方法 給它 整合成一套系統 然後推廣到全世界 這樣子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你可不可以換一個思路 就是說 既然手裡掌握著教育 這麼先進的這個技術 和這個知識 那麼有沒有想過 自己 尊嚴的家 或者說找一個領域 找一個氣氛的領域 然後 成為一個創業者 對吧 這是我給你的一個 一個小的點子 這樣子 然後 Clubhouse裡面 到處都是投資者 如果你真的好點的話 也許 今天你還在問這個問題 明天我們就要去你的 你的house 裡面去聽 你的room 去聽 給大家分享 你創意這樣 我也希望 非常希望你能夠 在這條路上衝 我還可以再補充一點嗎 可以 就是 我想一下 開同學 有沒有去林肯印上 就找你校友的 就位情況 因為如果讀的是英國大學 然後可能加拿這邊 有很多的畢業生 然後你可以去林肯印上 找到有沒有你的校友 然後可以去問他們一下 在本專業 怎麼就職的 我覺得現在 因為大家都是在家工作 辦公就比較無聊 可以問他們 可不可以 一個叫什麼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這樣子 其實我有 我自己 我自己是用CLB的 就是IOE 他的教育學員 然後其實我和 加拿大自己的畢業生聊了一下 他們基本的建議 就是說讓我再去讀一個 Diploma 就 因為他們那裡非常看重的是本地的學歷 這也是我目前在糾結的一個點 這個因為我在加拿大 所以我想 echo一下 這個確實會存在一個 壁壘 就是確實是比較看重本地的這個 學歷或者本地的工作經驗 所以 如果你能承受得了 一個短期的這個 碩士學位的話 我覺得可以 試一下 因為這畢竟是 幫你建立本地的人際關係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這個有一個時間和這個學費的充分在裡面 另外還好就是在大家選擇說實的話 要研究型或者是收課型就是那種 CourseMonster 或者是那種Research的話 也要考慮好壹下 因為研究型 老師給你付錢 但是時間週期會比較長 如果自己 如果是那種只是上課類型的話 基本做一個大的 CourseProject 一年到一年半是你就可以畢業了 所以說 得勢也要衡量一下這樣子 其實我之前對自己的 Corea Pass的規劃是 進college 做他們的faculty 就是我的內心的一個 設定然後發現 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network 你需要他們的alumina 你才有這個機會 比如說去申請這個職位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想法 對他甚至有些會有 你是不是PR的這個要求 就是隱含的在裏面 所以就 並不是那麼表面上看得那麼容易 我又想起我身邊真的有這樣一個例子 我可以再搶一下我身邊的例子嗎 可以 是這樣子的 我是這邊是一個本地朋友 然後他是這邊的college 大專畢業的 學的是遊戲設計 他工作了幾年之後 就是後來也做了不相關的工作嘛 結果他的college 就回來問他說 你要不要回學校教書 對 也就是說是讀了相當於讀了一個遊戲設計 類似於計算機的表演 然後工作幾年之後呢 回到了教育上去 然後通過這個教書的心理 然後獲得了他的本科教育學的學位 這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彎道超車的例子吧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不知道這個凱同學 很抱歉啊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 專業的這個人 不知道能不能這些 朋友們對你的回覆能不能讓你滿意 非常感謝剛剛回答我問題的請問 尤其九萬字 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例子可以 share Thank you so much 這個九萬同學的話 可以說咱們群裡的例子大王 只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大家不妨follow他一下 然後申發一下 他到底有多少故事 剛才呢把這個曼序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後呢 安達曼序的話呢 因為 連同學是這個 很早上來的 所以說他的問題應該是已經問過了 那這個 剛才那個 我問一下Kathleen同學你的問題回答到你了嗎 我的問題剛剛已經回答到了 好的 好的 那這個 我們按麥序的話 我來說一下下面的麥序 是這個 一個是 Lisley 然後下面是 名顧同學 然後是 彭同學 然後是 Tom 然後是 才真是我的老朋友了 然後下面是 那我先把才真的 提到這個 Moderator上面 然後呢 請才真的做一個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然後下面的話呢 我們就按照 Lisley 明度 彭 Tom 和 Brad 的這個 順序 大家來 發言也好 或者是提問也好 好 才真請給大家做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什麼時候被Moderator在上面我都不知道 OK 我現在在加古文 搞 SPA數據跟數據架構 就這樣吧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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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財政 財政也是我來到西雅圖 以後 10年的朋友了 然後 這個 好 下面的話 到了 Lisley 大家好 請問一下我可以問一個關於實行面試的問題嗎 請 咱們這 這個 主要是跟就業相關的都可以問 好的 謝謝 我現在是在英國 讀計算計達爾 然後最近收到 亞馬遜的那個SDE的 一個中面 然後因為這邊現在是疫情 所以一般面試就只有一輪 然後就是兩輪的 就是和 就是一輪裡面有兩個人 然後 然後我因為是讀達爾嘛 然後這方面就沒有太多經驗 然後想問一下各位前輩就是 如果你們在面試一個 達爾的學生 就是你們更想看到他身上怎樣的特質呢 然後 因為這個面試只有七天 然後我想問一下 呃在七天 內我就是做哪些準備會比較好 謝謝大家 好有請咱們的亞馬資深面試官 Desmond 呃 是 英特爾對吧 我聽到 是英特爾達爾對吧 嗯對沒錯的 好 嗯 然後你只有七天時間了 那麼 呃 這七天時間裡邊的話 我的建議是你要 你也要對你的這個 我們叫Leadership 就是軟技能問題進行一個整理 雖然你很多例子可能是 因為你大二所以你沒有之前的實習 所以你的例子很多是來源於 呃 學校當中的 但是 這樣特別是因為這個 所以才要對它進行整理 那麼你的很多這個所謂的 impact呀 什麼benefit呀 那就不會是真正的 錢的事情 對吧 但是呢 就是你也要盡量專業的來percent 你是怎麼解決各種各樣問題的 呃這個不會花很多時間 但是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然後準備完了以後 一定要 一定要跟你的小夥伴們互相對戀 呃如果實在沒有人 或者實在害羞 你也可以自己錄一錄像 呃 然後一定要做到很很流暢 呃剩下的時間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 Tim剛才講過 就是你 不要求系統設計了 但是你得 對一些基本概念 你得熟對吧 所以說 呃有一些資源嘛 比如說什麼 Growking object oriented Growking 什麼 system design呀 就是網上那些一些一些材料 呃你可以粗略的看一看 你只要做到能看懂的裡邊 你都在說些什麼 對於英特兒來說就就OK了 不一定你能真的做到 呃然後還有就是肯定也有刷題的部分 但是你只有7天了嘛 所以我也就不給 具體的刷題advice了 就是我也希望你一直都有在刷 這個 一直到你成為senior 左右 的職場都要刷題的 但這個咱們略開不提 那因為你是大二的學生 所以就是說 這些標準上都會 對於 Footime有所下降很多 所以你千萬不要緊張 但是呢 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事情 所以就是 盡量盡量比你的 就是其他的同級生厲害一些 我覺得就可以了 好非常感謝前輩的建議 謝謝 好 我稍微打斷一下 這個 Lessie你開下班 你好 你有沒有興趣現在 就是說 現在當作面試的 面試的這個時候 然後你讓這個 Decimon 考你到這個 考你到這個 就是 Leadership Principle的題 然後你來 回答一下 然後讓Decimon 你點評一下 這個 可以 但我這邊 應該時間三點了 可能狀態發好 這個 如果你願意的話呢 因為Decimon 作為資深面試官 他這個提示 就在就在嘴邊了 你願意 願意試一下 馬上可以試一試 好 那我試一下吧 謝謝 好 Decimon 請你 請你手下留情 大二的小姑娘 好 是誰是 Lesslie 好多 Lesslie OK Lesslie Can you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have learned something by yourself and then introduced it to your project for a positive impact Lesslie Dec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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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oy 是 Oh well I think Well I think it was in my last internship I work as a Backhead Engineer At a fintech company And I work on a platform which includes allround investment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t that time My main job priority was to debug the system apply new features and also mainten assist as well so like everytime because it was a fintech company and also it ne update system all the I remember the debugging system was quite a challenge for me because every time I need to reproduce the bug in the test platform and also I need to find the line of code which leads to the bug and I need to read all the related files so like for every debugging experience I spent a lot of time learning the previous code like understand the code logic and find the corresponding error so I think it was a really valuable experience to me and I think that is m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my internship 好 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都会有点紧张的 而且你的流畅程度是相当高的 首先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因为很多人说的很不流畅 那我对此提点评 我觉得你的逻辑 你的这个过程很清晰 然后你又讲到了是在什么situation 对吧 然后你的task action和task讲的也很清楚 那么result因为是学习嘛 所以以学习为目的 你学到的东西 那么你这道题 如果要说有点不好的话 其实有两点 也是我所建议大家准备充分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现在当场来 我不期待你能把这两点做到 因为是哪两点呢 第一呢 是你的故事的 就是说在描述这个这件事情 比如说这些bug呀 这些需求上的时候 你用的是一个正三角形的这个思路 就是说你是一个故事从头讲到尾 然后再讲了你做了什么 那么在真正面试中 我建议大家在准备案例的时候 要学会用倒三角形的方法 先讲 先点题 然后再扩张 甚至于很多时候比较复杂的题 你可以不用扩展到这么多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你可以再让面试官有机会 追问他有兴趣的部分 比如说你就是与其说这个遇到的挑战 你可以说I was facing challenge You know resolving the crash problems really You know really soon right as soon as they come So then you know I took three approaches to learn as fast as possible 这样你就可以点题 先把这两个三个讲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想想他怎么帮你的 这样就可以突出你的答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也是对各位小伙伴的 就是说这道题你的回答其实蛮好的 但是你的回答其实并不是 我问的这道题的这个点 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relevance问题 这道题你要把它翻译成旧的问题的话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fast learner 然后还有就是 Tell me a time you learn something outside by yourself 那么这两个词很关键 就是其实他想要听到的更多是 你自学的过程中对某些技术产生的兴趣 然后你把它带到了公司里 或者带到了学校的项目里 而不是说你在工作中学习的过程 所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你的这个回答并不差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have faced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 at work and you overcome the challenge 或者说Tell me the most proud sort of time where you dealt with pressure 如果我问的你是这两个题的话 那你今天的回答就非常好 但是呢我问的你的稍微有一点不同 所以你必须要就是多准备一些案例 然后能拿到最relevant的那个percent出去 我希望这两个能够帮到你 还有大家就是打开一个 怎么回答十大问题的一个思路 好的非常谢谢 Desmond前辈对我来是很有帮助 谢谢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Desmond 给点出的这些点出的这一点的话 有可能在你未来的面试当中 就是这个起到了这个一个安全网的作用 就帮你这个从这个一个比较这个一个面试 这个比较危险的境界就帮你捞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感谢Desmond 那么对于你刚才这个对你刚才回答 其实里面也有一个亮点 就是当我听到你说 你能够竞选现在自己去联研这个 这个艺术在什么地方 Bug这个为什么引起呢 自己read code 这一点的话就是说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对于英特来说的话 进到组里面我们最怕的一点就是 你带不动 就是说你说你虽然你带来学生 但是来了之后的 就是带你干活的话 你这个一问三不知啊 或者说都告诉你怎么做了 你这代研也看不懂 你刚才把这点说出来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也算是一个在我看来 这个也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呢就像这个Desmond 刚才说的一个 其实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 回答方向偏了的话 那么也就只能是在这个一个 一个不错的回答里面 就给你找亮点了 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一定一定要注意听清问题 然后再再做回答 那这个的话呢 Amazon对方有14个 这个Leadership Principle 然后呢 这个这里边 那14个Principle里面 有些啊 是给Manager准备的 比如说 这个Make Decision 还有一个要注意节俭啊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 要这个 要不断的去 这个 Hire White Hire Out 等等这些东西 有些是给Manager准备的 那个你可以稍微的 这个往后放一放 但是有些是专门给这个 Developer准备的问题 那在这些问题上的话 网上有很多的题库 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 不然的话 当这个那时候 问起来的时候 很容易跑偏啊 我就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好 这个希望这个Leslie 这个能够 这个对今天的 这个回答满意啊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 尼布同学 各位主持人 大家好 这个我的问题是 反过来的 就是说现在 我是有勾动 这些工作经验 然后做的就是 Data Engineering 然后Machine Learning 这个方向 然后呢 我的问题是 在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我是本科 本科毕业 然后工作 在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我再去读一个 就是Full Time 两年读一个 跟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这个研究生 他的这个优势和 劣势在哪 以及如果我不是想 就是说走学术 或者有没有必要 再去读这个研究生 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的 我现在一直想 我现在一直想 照顾我的工作 去读一个 读一个Full Time PhD Computer Science PhD 我也有这个问题 谁来回答一下 我说两句吧 谁来救救我们 我说两句 不一定对 对 我认为就是说 系统的读一下的话 还是应该说是 有必要的 就如果你在工作里面 想继续跟商业增楼的话 因为你在 其实经验来讲 还是工作具体的project 给人的经验是最深刻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你的知识本身 不是太系统化的话 有时候你摊不着 这个project去做 所以呢 就是说 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把这个 就是比如说 研究生学历拿下来的话 而且特别是一些比较 就是那种 很好的学校 你能够系统的拿下来的话 我觉得 对你在下一步 就是career成长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 我觉得面临的这个 就是challenge 是说 如果你一边工作 一边上学的话 是很辛苦的 这个就是坚持下来 几年下来的话 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那个什么 我就说这两句吧 谢谢 谢谢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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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Trice说的 就是实验出真知 如果你要是想这个 想搞过这个一个行业实验技能的话 你去学校里面学的 可能是理论技能 未必 出来之后 未必发现 这个你学的这个值 对不对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现在那方面的这个实操刀手的话 你去学一些学院派的东西的话 回来之后 未必是你想学的东西 但一旦你上学之后的话 开始这两年的就学期之后 你就停下来 我之所以想去读PSD 是因为我是有一执事 因为我也写书嘛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这个其实拿一个学位啊 还有这个把自己知识提到的一定水平啊 特别是这个 一种就是知识美学的这种 我觉得它是我的人生追求一部分 人生追求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之所以没去呢 是因为割舍不下 毕竟是有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对吧 你需要养家呀 然后呢 所以说这割舍不下 所以说呢 这个这 我 但是我其实不纠结 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去 是这样子 你纠结是因为 你不太 你不太这个 确定 这两年出来之后 这两年十年和前的投入产出比 到底是怎么样 我不追求投入产出比 纯粹的一种精神追求 我追求投入产出比的话 我倒是建议 你去跟这个已经读出来的 这个朋友聊一聊 就是你觉得你读的这个 你这个硕士读的这个 在工作当中用的怎么样 那实际上的话 我给你点信息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做这个 做这个Data Scientist 这些人的话 一般都是PhD 就是Data Scientist 然后呢 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我们说Machine Learning 就是Engine 其实他们就是SDE SDE的话 这块的话呢 就至于你是本科还是硕士的话 说实话真的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分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至于能不能作为这个参考给你的话 你这个自己来这个审视好不好 谢谢主持人 还有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如果读完这个研究生之后 到底对你知识面的这个提升 到底能有个大概多少 就是说就是approximately 就花了两年时间 就是full time去做的话 如果就是拿这个SDE来做例子 就是如果读一个CS的这个master 和跟本科直接出来 然后工作了一些有经验的话 到底花了两年时间 到底能就是说给你技能方面 就是说食仓方面 能给你就是说有多少提升吗 这方面的话 这个我抢件 这方面的话 咱们就这么说 如果你把这个 就是如果你读研啊 读研的话 学习要很重的这个科业负担 有老师逼着你学 有TA逼着你学 有作业逼着你学 如果你把这个学习镜头 你不是拿来读研 而是拿出来之后 按自己的想法去 读自己喜欢的书 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 把自己把市面上你想的技术 拿过来组合起来学的话 你这两年的投入产度比 可比在学校里面大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学校它是有学术任务 在这个地方 它是向一个方向去塑造你 这个方向是不是你想要的 以及这个方向 是不是哪个模块 都是你需要的 这是不由你来决定的 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 这种学习精神和学习压力 带到现实生活当中 剪裁出来 完全只学自己需要 而且社会上或者职位需要的东西 那你同产度比绝对比较学校大 明白了 完全同意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 尤其是大公司 就是如果你想就是 比如说做这个modeling 你想做就是那种design的话 我觉得那就不是研究生的事 那还真的是有PhD 否则还有一个活你都接受不到 好嘞好嘞谢谢各位出身 好下一位是彭 在彭这个开始之前呢 我把几位这个moderator 因为下面来了很多新朋友 我把几位moderator 重新介绍一下 然后Vivian是来自于linkedin的资深销售 然后Scot是辗转于各大公司之间的manager 包括微软Amazon 然后呢这个Lex是这个微软技术高手 同时也是这个开源达人 然后也是微软的MVP 然后Desmond是这个亚马的资深练试官 然后柴真 柴真是这个Oracle 甲骨文的这个资深developer 大家感兴趣的话 请这个也follow我们的这个moderator 好下面是到了我们的彭 来给你 提完 各位大佬 各位大家好 然后我就是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 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 我是85年生的 然后因为我就是去年刚读完一个这个 原学的一个PhD 然后我如果想要去转去做这个 不管是Data Analyst 还是Data Scientist 这如果你们会建议去这么做吗 就是能不能分这个分在北美和分在国内两个分别分开谈 因为我感觉在国内就是在国内的话 如果这么大年纪就没有就是大家非常启示的 这个我不知道我就请大家随便说说吧 好吧我就说一下我团队里面的一个经验吧 我团队有一个人也大概这个时候他到UDA里面就考了一个那个Adult Certificate 但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博士 他就去拿了一个Data Science的那个Program 他那个可能是一年的Program 他不是一个学位 但是他是一个专业文凭 他现在就在团队里做Data Scientist 跟传统的Data Scientist有一点不一样是他什么都做 他主要比较倾向于Data Engineering 其实在很多公司包括我们的公司是有一些这样的职位的 他们就专门做一些简单的Data Science 主要的任务还是把整个 Automation 跟Deployment做好 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那公司越小就越多这样的机会 因为他们需要你什么都会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Full Start的Data Scientist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会借我去这么做吗 不好意思 我对国内不太熟悉 我刚才忘了说 我只是给你在美国的一个可能的机会 有一个可能的场景 然后刚好也有一个同事 大概在你这个年龄转行了 他从一个Network Engineer 转成Data Scientist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对于钢的问题的话呢 我有两点回应 第一点回应的话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当你去问一个人的话 你建议我做一件事情 不建议我做一什么事情的时候的话呢 一般的话对你不是完全了解的话 很难给你做出这样的 很难给你做出一个明确的回应 因为未来的这个变数非常大 而且呢这个很多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决定因素 所以说很难给你做出一个这个明确答复 建议或不建议 但是呢大家都会给你 举出一些他能看到的positive的例子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呢 作为这个material给你 然后你自己去做决定 任何人生的乐趣 或者人生的一大乐趣就是做抉择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把做抉择的事交给别人了 对不对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回应 第二回应 其实财政刚才就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转的话呢 就是说你如果转成一个 Date Scientist的话呢 Date Scientist它也是分这个各种各样的区别的 它就给你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说有一些Date Scientist 它从事的工作难度并不是那么高 可以作为第一个台阶 然后上了这个台阶之后接掌后走 就是这样一个 那么我给你的一建议就是什么呢 或我给你的例子就是什么呢 我看到很多Date Scientist 它之前呢都不是做Date Scientist的 都是其他学科的 而他们进到Date Scientist的行业之后的话呢 就是跟自己的这个本行业的这个知识啊 就结合起来 甚至做得非常好 你比如说之前学农业的 现在做Date Scientist之后 它分析的是这种地球卫星 拍下来的东西之后呢 它通过 它通过结合自己的农业和地质的知识呢 分析这个卫星拍下来的东西呢 来分析就是说 土壤啊水啊种植情况 结果呢 现在也就是咱们国内里面的话 已经是到了地轮的融资了吧 这身价已经上 身价已经上挺有意义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要是你作为Date Scientist之后 未来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PhD 的学的东西 结合对它爆发出来 也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这是我给你的 就是说 才真的给你的这个建议之后 就是说这个你初级台阶上去之后 你上高级台阶的时候 能不能这样呢 也就是说 在未来呢 有很多其实很多榜样是搁在这个地方 至于你自己怎么走的话 我们大家都是祝你这个成功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谢谢了 好嘞 可对快课请教彭一个问题 请问您对那个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或是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这些领域 有没有兴趣呢 我是 我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兴趣的 对 对 那我觉得结合Data Science 跟你背景 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您的建议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这个 丙根其实上来很长时间了 丙根是在日本的 这个 这个 资深的 这个 developer 丙根 听了那么久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我刚才听大家的分享 好像就已经非常完整了 我补充一点 这个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到 就是说 有 大家有提到 就是说你面试之前 好好做准备 比如说你很多 按STAR的标准 去写一些你的经历 就好好准备 好好描述清楚 其实这块东西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你写作这块 不要等到面试才做 你要保持每天去做写作 那我自己呢 一直有在学习 每次学习 我都会写成笔记 技术博客技术网站上面去 你时候 可以把你的技术博客的 网址附上去 那有可能别人会 面试官会去看你的 这个技术文章 会对你 保持一个技术学习的态度 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认可 即使别人不看吧 那你 你保持一个写作的习惯 你对整个各种技术 新的技术 包括你已经用过的一些技术的 思路会非常清晰 这个时候你面试的时候 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表达 那给别人的印象分 就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很多东西 并不是你不懂 而是你没有组织过 你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那表现出来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一点都不熟悉 那你如果保持一种写作习惯 你再跟别人表达的时候 会流畅很多 而别人对你的技术的印象会好很多 我想分析的是这个 谢谢 说的太好了 这个还真是 真是我这个 把这事忘了干干净净 谢谢你提醒我 然后呢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 比方说这个 就说呢 不但是平时你写博客啊 或者积累各种各样的东西 非常重要 特别重要的是 你要一定要写自己的 这个工作日记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Desmond肯定也知道 就是亚马里面有一条规定 就是什么 你要有这种 technical writing 你要想升级的话 你这个 你往上走的话 technical writing这块 也是一个考量目标 每个人 就是我们亚马里面 用的一个叫quip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你的这个 你的文导写出来 最后要组里面review 然后供大家参考啊 等等这种 还有wifi 这是作为你的这个 考评目标 你是不是愿意share给大家 一个考评目标 各在这个地方呢 我之前的话呢 就是有人问我 说你都干啥啊 就换句话 有时候大家互相在一群里面 吹牛逼的时候 我就老觉得 我怎么老没啥好吹的呢 后来现在 后来在进了亚马之后呢 开始仔细写自己的工作文档之后 我发现 就是你要想吹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想一想 每天那工作文档里边 那几个大的H1的title 都自己 一溜那个title 因为那字特别大 你想的title 你就知道自己做过这些事 然后往下深挖一下 就可以 就可以跟人家吹牛了 其实这个你吹牛的过程 其实啊 你吹牛的这些内容 就是未来你面试的时候 要说给你下一个面试官 听的东西 这样的话 人家就像比方说的一样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 说的结结巴巴的话 人家怀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你是不是在过线边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刚才比方提醒的 就是太太对了 我把这事儿忘了跟在你讲的 这样 好嘞 下一个是轮到了这个 Tom Timothy老师 你好 我之前一直在林克林上面 看你写的文章 真的很有帮助 对我说你写 我是Tom 我在阿拉斯加 然后我现在是 4-time software engineer Work for GCI 但是我公司 两个月之前 刚刚开始创业 这家公司叫做 Peller9 然后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Amazon 但是For Alaska 我们只卖阿拉斯加的产品 有没有兴趣 去给你做一个 比如类似于 像什么CPU 这就是我举手的目的 不瞒您说 现在我们就是 我说一下这家公司 主要是做什么 就是Amazon for Alaska 就是我们只卖阿拉斯加的产品 然后因为这边阿拉斯加 现在其实有很多 很好的manufacturer 但是很多产品 也是很境外的人 其实都不太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点 是我们想做 那个Bow to Table 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for Seafood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阿拉斯加的 King Cob Summon 还有哈利巴 真的非常好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就是两点嘛 就是一 You have no idea 那这个 how long have those seafood be in the warehouse where they come from 还有就是 就是你们配的那个 你们在西雅图 配这个这个 这个 seafood的钱 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相对于我们 我们Fishman 卖给那个 那个distributor的价格 然后我们只是想 Kill all the distributor Kill all the middle guy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这边 旗油非常棒 然后我们旗油 跟西夫可能是 是很大的两个块 然后我们可能 后面 除了做Lawful Day 是想扩展到 人的整个 East Asia 然后为什么是我来做呢 是因为我在 阿拉斯加镇 生活非常非常多年了 然后爸妈在这里 已经快30多年了 然后我们的co-founder 也是在这里长大的 然后我们有 很不错的connection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UAA的大学的 那个engineering的 那个院长是我们的 那个是 是我们的mentor 然后他哪一点option 就是我们公司 我们现在很希望 能我们再招人 然后我们这个月 我们这个月 我们这个月 我一直不断 我们不断在跟VC 在洽谈 然后大概是五月底 应该会 会选择 从哪个VC 或者哪个那个 Angel 那边拿大概 十万的那个 十万到十五万的 那个PREC 然后 然后还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各位大佬 就是 要如何吸引那些天才学生 就是 就是我说天才学生 就是我之前上 Computer Science的课的时候 就是觉得 每一堂课都会有那种 天才 天才 天才同学 每次都拿A 然后写的代码都非常漂亮 如果老师又拿出来分享的话 然后我就想说 怎样才能吸引这些人 就是在他们还没被M帐啊 Google这些 找走之后 能吸引到我们这些 比较初创的公司 这样子 哦 谢谢大家 很高兴 我觉得 我觉得真是个非常 非常好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考验 这个 呃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咱们把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留给这个Desmond 然后Desmond 因为这是涉及到这个人才的这个选拔 我希望Desmond能从这个大公司团队人才选拔 如何选择一个技术高强 然后又稳定的这样一个人来充实团队 对这个角度来谈一谈 然后请Lex呢 来谈一谈 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开人社区里边去发现这种这个天才 好吧 请你两位开始回答 来Tim 我这边小孩在这儿炒炒 所以我在Lex之后可以回答 我先组织一下 好 谢谢 那Lex 请 我自己 就有一些浅浅的看法 就是 像 如果你希望能够遇到 一流的人才 我觉得不限于学生 因为很多 刚刚开始工作 甚至他已经在大厂工作的这种工程师 他可能 会并不 那么满足于他目前的工作状态 那么他可能会考虑一些更 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那么可能会为你所用 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就在于你怎么去接触这些人 我自己的一些途径就是 会参加很多本地的 meetup group 当然现在clubhouse上面就会去很多 我比较感兴趣的房间 那么你能够聆听别人的发言 看别人分享经验 你也能从中就是找到一些 可能会为你所用的资源 但是最难的一点就是 怎么去打动他 让他加入你的公司 那么因为你们是初创企业嘛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很好的激励政策 然后对 但首先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成为 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才能够很好的就是发出邀请 这是我个人一些浅显的看法 在我这边呢 我其实echo一下lex的观点 我觉得这点上其实跟我们日常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有大公司的资源嘛 所以说就是说往这一砸 即使你干的不是很愉快 你也会留很多时候 那么在startup的情况下就是相反的 你的资源肯定没有办法去竞争 lex有提到学生是一派 然后还有一派是一些在公司里做career受阻的一些人 他会寻求新的突破口 那么这些人虽然他在他的环境中受阻了 但很多时候这些人其实都是很优秀的 包括学生中其实有很多可能是 比如说半路出家对吧 然后像我其实当年就是半路出家 所以学习不齐有某些这样偏科 甚至于说他有的人可能软技能有点差啊什么的 那么你如果是startup 你如果是startup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跟大家有一个personal connection 就是说你的待遇的不足 就要由你来用魅力和筛选来弥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蓝索讲的很好 你要去组织一些meetup 参加一些meetup 组织一些hackathon 参加一些hackathon 然后在这里边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 他们是对startup有passion的 然后呢你所要做的就是由你和你的团队 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connection 然后去打动他加入你们 然后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持续 就是不是很长 所以你的团队不会很稳定 但是那也是你startup资源所限的一件事情 可是至少随着这些人 即使他在你的环境中是一个过客 他能够互相带来一些价值 带来新的体验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的终极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能够用这些人 大家一起把这件事做到某一个程度 拿到好的投资 那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 就是说想要直接跟大厂竞争 一个这种批量的东西是不现实的 你必须要去找这种奇葩 就是这点不是一个坏词啊 就是比较特别的那些人 他可能就某种原因他不fit 或者他不喜欢 那么他们就是你最好的 他们就是你最好的 就是这个 小孩在家 谢谢大叔 然后对于 就刚才前面两位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啊 然后呢 我在后面就是在补设补设一套 就是 因为我之前的话也创了业 我跟同学也创了业 就是在这个创业这段 就因为我这个资金 咱们就是 听那个刚才你说的话 就是我们的资金现在 目前还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 你这个 你真的可能招不到那种 就是说动不动 张口对你要很高的工资的人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是当这个薪水不是很高的时候呢 你就要面临这个人员不稳定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人员不稳定的话 你可能呢 就是要面临就是说技术不够强的问题 这个时候再加上 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做的时候 因为你要完整做一个 做一系统的时候很有挑战的 就是你提出义务要求 比如说我作为企业主 这儿做这么一个功能的话 那我们这个企业就活下去了 如果没这个功能的话 这个企业可能就活不下去 这时候当你提出这个需求 一个挑战给这个人的时候 你要首先要想想 这个人是继续留下来跟你一起做 还是说我做不了就走吧 这样子就撩挑子 所以说人员的稳定性 这个地方一定要一定要想好 那么什么样才能找 怎么样才能找稳定的人呢 这是我跟其他的朋友学的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经验 第一个就是私人的connect 这是一个 然后你的人格魅力 你的公司 一些物质上的奖励 这是其一 第二个多见人 很多时候呢 我见一些朋友呢 就说找自己哥们来创业 或者什么样子 只见了那么两三个人 或者是十来个人 就被人选敲丢了 千万别这样 千万别这样 你的如果要是这个人是 你这个初期的时候 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的话 你怎么着也奔着 几十上百人去interview 找到你最合适的 然后剩下的 如果不合适的话 也别着急 也许他们未来还能 还能来你公司一起 起来之后嘛 还可以一起做 这样 所以选人这块非常重要 嗯 我刚才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想 想提一下的话呢 就是 嗯 大概大概就是我 我现在想到的 就是这么多吧 好感谢 感谢 三位 三位前辈 谢谢你们 好 下面一位是 这个Jeff 嘿 大家好 谢谢 给我这个机会 我是Follow the next进来的 我们啊 算是有点沾青带顾的 那我其实想 先echo一下 Tom的Question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take a step back 就是说 你现在是想问 怎么样招到那些 top8的students 那我觉得 作为一个初创公司 可能你更应该想的是说 你怎么能找到一颗 很扎实的螺丝钉啊 或者说你能找到 100颗这样 average 或者说能够 meet the expectation 这样的人 作为你的一个 very startup的一个 candidate 我觉得在你这样的情况下 你想一下子要找到 说top的一个candidate 可能是不是太现实 或者说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足够留住他们 可能对你的情况来说 可能找到一些更扎实的 怎么说 above average吧 这样的人对你来说 可能会是更大的一帮助 那他们可能会更愿意 和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去成长 但如果是一些非常top的人的话 他可能的要求 或者说他的expectation 会远远超出你能够给的 那就是会对你的团队带来非常的动荡 那在初创阶段 我相信你 你还是希望你的初创团队相对稳定 那对你能够拿到下一轮 这样会有更大的帮助吧 这个是我想说 那其实我刚刚想问的问题 其实可以做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因为我本身来说 在IT界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可能比这里绝大多数人都要长 可能看不出来 我是2000年建了微软 那第一个10年的时候 都在微软的这个中国区的各个部门都做过 然后后来就慢慢到我现在这个公司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太听说过 是Citrix 我在Citrix做了11年了 那我的主要白光都是在consulting方面 就是说和产品的部署实施设计这些 就是我们说有些地方叫工程团队 或者我们叫consulting团队 那做了很多的部署实施 那我个人其实从以前来说一直非常有兴趣 所以是在开发方面 就是我其实很小大概86年就开始写程序了 然后贯穿了我整个中学阶段 最后因为一个微软的offer 让我off了一个原来的developer的一个role 我其实非常想回到那个role 正值最近大家应该都听说CosA快要上市了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CosA上这些课程 包括一些有一些付费的一些硕士的课程 对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 或者是类似的有些学生 或者是工作一定时间的朋友们 转行去做developer 或者是想重新回到这条路上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还是各位有什么建议啊 谢谢大家 有没有哪位朋友来echo一下 来回答一下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有没有有用过CosA的朋友们 有什么feedback吗 我可以回答如果你不建议啊 最不谢谢你的意见啊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吧 就是我自己其实学的也是Compute Science 在大学里面 在因为阿拉斯加州立大学 然后我也用过CosA 但是我其实不太推荐你用CosA 也不一定 CosA的感觉就是它offer的课程 不够不够modern吧 我觉得它里面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都其实有点落后 落后大概半年左右吧 我觉得半年到一年 就是它上面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很先进的 那个open source library的话 就是会更强大的 我觉得我建议你去学一些 小众的那个小众的那个 那个网站里面学 当然是指在web application 还有这个说APP的app application上面 我觉得其他小的那个资源 会比较好的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CosA好像是给你 prepare for your big tech company 刷题 好的 我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IT圈混了20年了 然后在这个教育圈也十多年了 所以这个问题正好是落在我自己的这个职业上了 那么这个对于代表来说 然后就对于所有同学来说 咱们这个开一个小话题 如果想自学 如果想转行的话 那么咱们这个教学资源 如果应该怎么选择 咱们呢 从这个 咱们还是把它分成一个光谱 然后呢 一头是纯自学 另一头叫什么 叫纯他学 就是别人教你叫他学啊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 纯自学 没得说 就是说 最这个知识密度最大的 是书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资深的YouTuber 资深的这个网络讲师 我告诉你 你别看我那个课程网上 课程几百万 几百万点几两 就是 那一套课程写 如果整理成笔记的话 整理成书的话 其实也就几十页 那我真正要写的话 我想讲东西可能有几百页 为什么 不讲呢 大家看我说他讲了几十页 我就把自己讲的气管 我还怎么讲啊 对不对 而且呢 就是视频和音频这个东西 它呢 是一种线性的东西 你要想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话 你就只能 听按照老师的步骤 一点一点听下去 但是视频和音频有好处 讲的比较细 比较比较生动 比较亲近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理解 感官理解 所以说呢 知识密度最大的是书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影集的这个技术员的话 读书读文档的本事 一定要非常重要 甚至读paper 比输再往前面走一步 是什么呢 就是视频和音频 教学 那么其实你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Costler那些东西 其实呢 等会儿还没到这儿 比输再往上走一步 是什么 是各大网站 博客搜索引擎 这个Stack of Flow 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呢 就是这个博客 还有这个MOOC 就是这个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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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这些网上的课程呢 叫做什么 叫做两有不齐 因为呢 写这些课程的人 有些是随心而写 有些呢 可能自己也是刚刚学会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往往会掉到坑里面去 就说呢 突然就是说看了一篇文章之后 这个这个文章可能就是出学者写的 也就是里面有凳准的东西 也有错误的东西 你的作为出学者是识别不出来的 就是就是往下走 再往下走呢 就开始说有互动了 这种互动就是什么呢 音频视频 那音频视频和我们的这个 就说了知识密度低 但是知识密度低 线性的 但是呢 它比较生动这样子 然后呢 这里边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质量 那么按质量来说的话 Casera算是质量比较高的 Casera算质量比较高的 然后呢 其他质量稍微低一点的 有谁啊 有这个Udemy 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还有叫什么Demy 什么Academy 什么 反正有很多很多这样 还有什么可汉学院 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到如何如何在这些这个网站上 视频音频网站上选择课程呢 看它的点击量 看它的评论 然后呢 从这里从这里边选 然后呢 这个这个当然选新高的 然后呢 选新高的选大家评论里边 这个negative feedback比较少的这些 然后呢 再往上就开始 就是引入跟人的交互了 跟人的交互里边有什么呢 有这个 有这种 有这种 老师个人办的这种 非常短的这个workshop 几天学一个技能的 或者公司办的几天 比如Oracle 和Amazon都有这种几天 花个几百几千 去做一个专项的这个workshop 这种 还有什么呢 有的老师办这种 比如几周 或者上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这种 就是从能开始带你入门的 这种一套下来的这种小课程 小班课 也有像他们市面上有什么 Coding Dojo 什么 我们来offer啊 还有什么很多啊 很多这个培训机构 包括我们下一步 还有要上岸 各种各样的培训 有老师引入进来了 那么 有老师引入进来的课的话呢 第二就是什么 第一 也存在两个不齐的情况 那需要这个去识别 避免被割韭菜 避免被收智商税 然后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课堂培训 它的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它是在于跟老师交互 跟老师学东西 那么他有个缺陷 就是你没办法 反复去听 我视频在这 我这没听懂 我翻回去听一下 上课的话 我打了个盹 老师讲过了 那就讲过了 所以说呢 引入真人培训的话 一定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这个 你有多少时间来学习 你能不能跟得上 以及这个性价比的投入 比这个再往上一个就是什么呢 正规的学校的学习 有学智的 你读本科也好 读研究生也好 那这个性价比的投入的话 那就说 它最后能给你的什么 能给你的学历 还有能给你的面试大厂 这样的一个inter的机会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考虑投那么多钱 投那么多时间进去 我变得换这个东西 值还是不值 这就是从头到来 你能选择的 这东西非常非常多 不仅绝对不智 只有Coursera 那么一点点东西 在我一个搞教育的人来 这边的话 专门技术教育 带了成百上千的学生的话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Coursera的确是个很好的资源 你需要筛计课程 但是学习不能只有Coursera 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谢谢Tim 我可以再补充一两句吗 forgive me 我觉得刚刚我没说 就是 其实 Timothy老师说的其实很对 其实我刚才说 为什么不介意去Coursera 就是因为它是视频 视频的一种课程 视频的课程实在太慢了 我觉得你的时间 非常浪费 我觉得Coursera那种 比较适合那种 对Coursera完全不理解 或者是非常新的那种 但是你一上完 大概一个学期的Coursera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 闯到那种文字 based的tutorial 或者就是那 然后你下一步就是 直接去查文端 我觉得学习其实 其实我之前已经面试了 大概二三十个 工程师 他们在他的 上面 都有一些Coursera 就是 certificate 然后也会发一些项目 但是那些项目都是 那些 那些 在Coursera裡面 copy paste 没有改什么的东西 就 然后我叫他做一个 feature 嗯 两周都deliver不出来 就是 没有意义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做 打败码 还是我觉得可能 Decimot 可能可以说这个 就是他说他半目出家 其实我觉得 就是 你有个 degray肯定是有好处啦 基本功能 那我觉得 我觉得Coursera 是Doing more than learning more important 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Tutorial 我是 打个广告 就是 更建议你去跟 可能跟一个小伙伴 一起去创业 一起做一个项目 其实这个 更吸引了 我至少我也是 听其他公司 招人的人士 是这么说的 因为打代码 是一个能力 学习打代码 完全不一样 那件事情 谢谢 谢谢Tutorial Jeff 那个也是跟大家说 我的这个 Clabhouse的ID 跟我的微信ID 是同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加上 然后呢 Jeff呢 你下来的话 咱俩私聊一下 如果你要是真想转码的话 我这全套解决方案都有 然后不是说 不是说收钱吧 就是说全套 你应该怎么学习 我这路径都有 然后呢回头咱们俩 可以细聊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你想怎么 我给你这个设计学习路径 然后呢 包括这个学习资料 我都告诉你 你就学就可以了 好吧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Tutorial 我回头 等会加你 对 而且呢 就是我之前的话 应该如果要是 你在微软的话 你是200几年 就在微软的话 你在微软哪个城市 我在上海 那咱俩 那咱俩应该是 没有什么overlap 我是在北京 我也是在微软 所以说呢 这个咱们俩的工作 是overlap 但是呢 这个地点 是overlap 你是哪边 回头我们私聊吧 这个好吧 对对对对 所以说咱们也算 瞻期待故啊 那这个 好嘞 然后呢 刚才我想起来了 对于这个tom那边 我还想回 我刚才忘了什么东西 你选的 一开始选的人啊 对你公司的技术框架 技术选型这个地方 没关系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